Hello,大家好,我是Max,今天上岛了,这个岛非常出名,在当地这边叫奴隶岛,以前是非洲这边贩卖人口的一个中转的岛屿,那我们今天走过去看一看,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倒是不远,走过去,尤其是码头,走到码头还要再买票,去的流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我自己嘛,走着吧,最近在非洲这边瘦了不少,跟这个经济大环境一样的,勒紧裤腰带走路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来到非洲变瘦啊,我是真的有一栋没一栋的,真的 今天是周末,然后比较堵车 前面这艘船就是去上岛的 现在已经坐上船了,这一张小票是5200的西法,大概是50来块人民币 5到10刀吧,9刀,然后5到10刀,上到这个刀,等到了再跟大家说吧,然后 进来这边我都没敢拍啊,因为安保监检人员我害怕,就是说上岛再给大家看一看 本来嘛,就是要看这个奴隶岛,对不对,看看他们怎么,以前这个黑人的交易室是不是 行了,那我先逼一下 路程不长,然后花了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到了这个岛了,格雷岛也叫奴隶岛,这个岛不大,大概是900米长,宽是300米 到了码头,这里就是餐厅酒吧,一条龙服务,旁边还有这个,类似于沙滩吧,我看这个好像是我们工地上的那种沙子用的 这个岛上我有看到很多民宿,然后在这边也可以住一晚,但是我就不住,咱们进来参观一下 像个小镇子是吧 哎,那边是什么,我们从那边过去看一看 那这里就是一个沙滩足球,前面那边亮了很多的衣服,我们过去露一眼 这个岛看到了很多就是,比如说顺移地啊,很少,然后小鹿也是用石头铺的 这个岛,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从远处看这里的建筑物有没有那种法式风格 因为这里以前是属于法国人的啊,他们的殖民地 你看这个 这边现在就是说比较原始一些啊,它不像其他的旅游地方 这边就是感觉,就这么一招吧啊,我也不维护,我也不维修 海边,那边是一个碉堡,小碉堡啊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大洞口 走,我们待会儿带大家去看另一个碉堡 有人曾经统计过啊,说从1510年到1848年 上千万的黑奴啊,从这里被贩卖出去了 然后呢,这里在1981年的时候也被联合国列为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里面 这就是格雷岛的啊,那格雷岛刚开始啊,它是葡萄牙占领的 葡萄牙走了之后呢,荷兰人来了 那荷兰人走了之后又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就为争这座岛屿吧 逗了将近百年 将近百年的时间 所以你看这边的建筑像这些啊,它都是没有维护啊 你看感觉破破烂烂,都是以前留下来的 这几百年嘛 那个小码头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码头 这边岛上的人我看都是以做手工艺 还有一些开一些小饭馆,民宿为生 估计还能出海打鱼呢 我在前面看到了渔船 这就是岛上内部的建筑 我看到房子基本上都是很旧啊 没有什么新房子 顶多也就是刷刷漆 你看这边这个 它估计都是当地这个海滩捡的这个石块 然后用这个本地这种泥沙契上去的 他们这种沙子比较粗啊 不像正常的海滩细沙 可能做不了建筑材料 哎,我不知道有些视频观众来过这个葛雷岛没有 如果来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今天天气也不好 没办法 我没几天了 赶紧要过来 后天就走了 小镇子还是蛮清新的 嗯,这里感觉不错 其实有时间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 那我估计像这里都是民宿酒店了 我查的岛上有 岛上没什么交通工具 嗯,我觉得走路也是可以的啦 非洲推车 像这种路算是岛上最好的路了 一般都是沙啊,沙路 刚下码头的时候啊 呵呵,我是不是像狗 呸呸呸呸 就是里面很香 它是那种枣香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蒸枣 就是我在家 我妈以前蒸月饼那种蒸枣的那种味道 很香很香 里面是一个餐厅 刚才说啥来着 哦,就是说 刚下了这个码头啊 进门之后呢 进到里面之后 有一个卖票的 它是500的这个西法 然后我不知道是逛马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碉堡 后面这个碉堡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博物馆吧 但是呢 我没有零钱 就没有买嘛 算了,我就自己走就走吧 我就这样也挺好的 蛮舒服的 这都是以前用来防御的大炮 防的不是当地本土土著居民啊 是防的其他的殖民者过来抢自己的这个地盘 哎呦,我还看到了 这不过在这边很正常啊 有人在划船 那根本体力真好 看见我后面这座建筑物了嘛 它里面也是反映了以前比较沉重的历史 比如说奴隶的交易 然后一些记载图片 那这里在1815年 法属殖民地废除这个罪恶的奴隶交易之前啊 一直都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 别小看这个岛啊 这个岛很出名 但是呢 现在你再来玩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 天气不错来住一天 然后呢 在非洲这一块尤其是塞内加尔 这里还是适合适合来旅游的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咖啡 想搞一杯咖啡 齐齐法 齐齐法知道撒一群吗 哦不是 一下甘肃花和上海花结合了 上海花都忘的差不多咯 就在这喝一杯吧 只有热咖啡 冰咖啡是没有的 这么热的天怎么可能很热的呢 来个冰啤酒吧 哇 这一杯下去恐怕我就醉了吧 早上一口饭没吃就喝了这个冰啤酒 哦 这一瓶是一千西法 十来块钱 这张票呢是往返 五千二往返 然后回去的话就直接出十家票就OK了 岛上的话就不吃饭了 吃饭 估计不合我胃口 还有一个今天一直在拉肚子也不知道为啥 早上起来一直拉肚子 明天还要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呢 因为后天就走了 提前做会比较保险一些 吃一个午饭就是到了我昨天喝咖啡的地方 忘记跟大家说 昨天这个老板娘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啊 我们就在这吃一个沙拉 天天中餐受不了啊 再说好像很容易拉肚子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是我点的沙拉配了个鸡肉 然后呢结果上来是这样的啊 这是亚美尼亚餐厅嘛 然后美食的话可能就是中东菜西风格 先吃起来吧 然后这个酱呢 他说是配这个吃的啊 怎么个吃法呢 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这看来卷着吃是不行了 那就 这个饼的话 太特别烫 咱们就各种混着吃吧 看 饼里面放点他这个酱 然后肉啊什么的 咱们这个酱呢 那个白色这个酱 好像是酸奶酸奶酸奶油 无糖的 老板看着我不好意思了 哎 账单忘记给大家看了 我吃了一万一千五百西法 也就是说是一百二人门币 二十刀吧 看一看啊 这个如果去这边这个旁边这个中餐去吃的话 要贵一倍左右 像这个账单的话两个人 有个女孩子 我两个人的也都够了 因为 他那个吃不了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在西非这一块 到了之后 哇账单越来越少 就是每天吃东西很少 就这样的 饿都不饿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吃糖丝肉了吗 那个老板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有没有吃过这里的中餐 他说他自己都被吓走了 想想这边的中餐啊 到底是高啊 好了 明天就是去坐核酸咯 好了 明天就是去坐核酸咯